别再花冤枉钱买昂贵漱口水了 最近网络疯传一个资深医师揭露的秘方 只要在温盐水里你加一滴神奇的东西 就能告别蛀牙和口臭 连感冒都会变少 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盐水加一滴这个到底是什么成分 竟有如此威力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索这个号称 超强漱口水的秘密 看看其中的科学原理 搞清楚哪些是真的有效 哪些只是传说夸大 准备好了吗 一起来揭开真相 我们先想一想 为什么现代人离不开漱口水 每天刷牙后 很多人还习惯猛漱一杯 蓝绿色的化学漱口水 嘴里辣辣凉凉的才觉得干净 广告更是把漱口水说得神乎其神 杀99%细菌 清新口气一整天 弄得大家趋之若鹜 然而你知道吗 一百年前人们根本不懂什么口气清新剂 直到有家公司发起了一场改变生活习惯的行销战 20年代 美国的Listring公司 创造性的把口臭说成一种可怕的社交疾病 还用了个高大上的学名 Halitosis来吓人 结果人人开始担心自己的口气 生怕被嫌弃 漱口水销量一夜暴增 这就是著名的口臭行销案例 先制造恐惧 再卖你解药 于是漱口水从手术消毒药水 摇身一变成为家家必备的日常用品 可是 在没有现代漱口水的古代 人们难道任由口臭蛀牙肆虐吗 并不是 早在很久以前 祖先们就懂得用简单的盐水来漱口清洁 没有花俏的成分 却也度过了漫长岁月 那么盐水漱口到底有什么奥秘呢 盐水漱口堪称历史最悠久的天然漱口水 从古埃及 中医典籍 到我们阿公阿末的偏方 都能找到用盐水结芽护侯的记载 盐这么简单的东西为什么有用 关键在于渗透压原理 高浓度的盐水环境会让细菌细胞脱水 进而抑制或杀死部分病菌 换句话说 盐水本身就有温和的消毒效果 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 受伤感染了怎么办 用淡盐水清洗伤口 是当时仅有的办法之一 同样道理 喉咙痛 牙龈发炎的时候 用盐水漱口能稍微减轻发炎和肿胀 直到今天 生理石盐水仍是医疗上常用的冲洗液 因为它对组织刺激小 又能带走脏东西 所以如果你去拔智齿 牙医可能会叮嘱 这几天请用淡盐水温和漱口 帮助伤口愈合并保持清洁 不过盐水的浓度可有大学问 俗话说 伤口上撒盐会痛 那是因为高浓度盐水 反而刺激脆弱的组织引起灼痛 甚至让伤口更难愈合 因此漱口用的盐水不能太咸 一般建议浓度和人体体液相近或略高即可 大约0.9%到1%最为适宜 这什么概念呢 简单来说 就是一杯温开水 约250毫升 里面加上约1.5克的食盐 差不多半小时 一杯温温的淡盐水入口 既不会觉得刺痛 又有一点点咸味 可以杀菌溢菌 这就是最经典的盐水漱口配方 每天早晚饭后各塑一次 慢慢吐掉不吞咽 可以清除食物残渣 抑制细菌滋生 对口腔卫生确实有帮助 有研究甚至发现 只是用清水或淡盐水漱口 都能降低上呼吸道感染的几率呢 比起动辄上百块的瓶装漱口水 这几乎免费的做法 是不是很实惠 那么 网路上所说的超强漱口水 其奥秘就在于 在这杯盐水里加了一滴神奇材料 到底是加什么呢 揭晓答案 传言中 这个秘方其实用了三种 额外的天然素材 分别是生姜汁 小苏打粉和风胶 也就是说 在盐水里滴入一滴生姜汁 加上一点小苏打 再滴入一滴风胶 就变成了一杯升级版的漱口水 据说这样组合可以对抗不同问题 姜汁对付喉咙发炎 小苏打预防蛀芽口臭 风胶提高免疫力 少感冒 听起来 盐水混合这三宝 就变成无所不能的 终极漱口水 仿佛一人团队包办清洁 消炎 杀菌 防感冒四大任务 真有这么厉害吗 别急 我们一项一项来看看 这三样材料的作用原理 顺便评估一下 它们到底能发挥多大功效 首先登场的是生姜 姜可以说是 家喻户晓的天然药材了 中医认为姜性卫星温 能发散风寒 所以感冒初期 很多人会喝姜汤 姜茶来暖身驱寒 喉咙痛的时候 长辈也常建议 含一片嫩姜片 或喝点姜汤 据说能舒缓不适 这些民间经验 其实有一定道理 姜里含有姜蜡素 等活性成分 具有抗发炎 抗氧化的作用 对某些致病菌 也有抑制效果 科学家发现 姜的萃取物 对口腔中引起 牙周病的细菌 有明显抑菌能力 甚至有人尝试 拿姜萃取来做成漱口水 结果发现 它在减少牙菌斑 改善牙龈发炎方面 有不错的表现 简单来说 生姜其实有 天然的消炎杀菌力量 另外姜的蜡味 会刺激粘膜 引起局部血管扩张 促进血液循环 当喉咙局部血流增加 新陈代谢旺盛 有助于发炎组织修复 就好比我们热敷 能减轻喉咙肿痛 所以姜汁漱口 的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喉咙的不适 难怪这个偏方宣称 早晚用加了 生姜汁的盐水漱口两次 三天后 喉咙痛好多了 一周后咳嗽也减轻 乍听觉得神奇 其实道理就在上述那些效果 不过各位可能也在疑惑 只加一滴姜汁 真的有用吗 老实说 一滴姜汁所含的 有效成分非常有限 而且漱口时间短 很快就吐掉了 要指望这么微量的姜汁 治愈严重喉咙炎症 恐怕有点强人所难 也许姜汁稍稍刺激喉咙 让你感到辣和暖 暂时分散了疼痛注意力 或者让你觉得 我在用药 而心理安慰好转 但真要治病 还得靠身体免疫力和休息 当然 一滴姜汁的量很少 不会造成刺激伤害 顶多效果有限而已 千万别心急 一下挤半块姜的汁去漱口 浓度过高 反而辣到喉咙痛流泪 那就适得其反了 所以姜汁漱口可以试试 但记得适可而止 小小一滴就足够 接下来出厂的是小苏打粉 听到这里你也许纳闷 那不是用来发面烤蛋糕的吗 没错 小苏打学名碳酸氢钠 是烘焙厨房常见材料 但它在口腔保健界一点都不陌生 早年物资没那么丰富时 很多人没有牙膏 就直接用小苏打粉或盐巴刷牙 小苏打轻轻一抹 既能摩擦去除牙齿污垢 又能中和口腔酸性 你可能注意过 有些牙膏特别标榜 苏打配方美白牙齿 说的就是利用小苏打细致的颗粒 清洁牙齿表面 加上它微碾性的化学性质 来中和牙菌般产生的酸 如果我们吃很多甜食 口腔中的细菌分解残渣 就会产生酸 让我们的牙齿表面的法郎质 慢慢被腐蚀 形成蛀牙 这时弱碾性的小苏打就派上用场了 它可以抵消那些有害的酸 维持口腔环境的PH值接近中性 细菌就不容易在猖狂破坏牙齿 研究也显示 经常使用含小苏打的牙膏 能有效减少牙菌般酸性 从而降低注牙率 除了防注牙 口臭问题也跟酸性环境有关 口腔中一些厌氧菌 在酸性条件下特别活跃 它们分解食物残渣时 会产生难闻的含流气体 导致口气臭臭的 如果我们用小苏打漱口 把口腔调节成中性偏检 这些细菌就没那么活泼 自然口气也会改善 所以偏方理说 加一点小苏打 除口臭防注牙 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 至少比纯盐水漱口 更进一步增加了益酸作用 那么小苏打漱口 有没有什么风险呢 基本上小苏打相当温和 一点点用在口中是安全的 很多人胃酸过多不舒服时 还会冲泡小苏打水 喝一两口来中和胃酸 但是任何东西过量都不好 如果你在漱口水里 放了大半时小苏打 每天漱很多次 让口腔长期处于过减环境 反而可能让正常的口腔菌虫 失去平衡 不利健康 不过我们这个秘方强调的 也只是加一点而已 大约四分之一小茶食左右就够了 量很少 这点剂量既能发挥作用 又不至于伤害口腔环境 拿捏的还算安全 当然 用完小苏打漱口后 记得吐干净 再用清水稍微漱一下 避免粉末残留在口中影响味觉 总的来说 小苏打是个平价又有效的小帮手 用对了地方 对你的牙齿和口气都有益处 最后 压轴登场的是 蜂椒 光听名字 也许有些人不熟 但如果你逛保健品店 蜂椒产品可是一大类 蜂椒是蜜蜂从各种植物嫩芽 树皮上采集的树枝 在混合自己分泌的蜡和酵素 调制而成的一种天然胶状物质 蜂巢里的蜜蜂会用蜂椒 把槽穴内外涂满小裂缝 像抹墙泥一样 来防止细菌 真菌和病毒入侵蜂巢 所以你可以把蜂椒 想象成蜜蜂的巢穴消毒剂 或防护墙 人类早就发现蜂椒的神奇 用了上千年 古埃及人用它来涂抹 木乃伊防腐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 在战场上用蜂椒敷伤口 防止感染加速愈合 近代科学 更是深入分析了蜂椒的成分 发现里头 富含黄酮类 分酸类等数十种生物活性物质 具有广浦抗菌 抗病毒 抗发炎和抗氧化的作用 难怪大家把蜂椒称为 天然的抗生素 有这么强大的杀菌能力 应用在口腔上 当然如虎添翼 牙医学上已经有不少研究 在讨论蜂椒漱口水 或牙膏的效果 结果显示 蜂椒提取物 可以抑制引起蛀芽的 变形链球菌生长 减少牙菌斑 形成对牙周病菌 也有一定压制作用 有些漱口水产品 甚至直接添加了蜂椒 来对抗口腔异味和发炎 你或许还见过市面上 卖的蜂椒喉糖 蜂椒喉咙喷剂 喉咙痛含一颗 据说能减轻发炎疼痛 缓解声音沙哑 这些都是利用蜂椒的 抗菌抗炎特性 来护赏护齿 现在明白了吧 当我们在盐水漱口水里 加一滴蜂椒钉 蜂椒通常以酒精浸泡 提取制成钉剂液体 就等于把蜜蜂 几千万年进化出的 防御武器融入其中 传言说这样漱口一段时间 连感冒都少了 这听起来有点夸张 但并非毫无道理 绝大多数感冒 是病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 病毒通常从鼻腔 或喉咙黏膜开始侵入 当我们每天用 含蜂椒的盐水漱口 嘴巴和喉咙 都等于有一层抗菌保护膜 或许能在病毒刚附着时 就先发制人 杀死部分病原体 不仅如此 蜂椒中的某些成分 还被研究发现有提升免疫力的效果 可能增强我们黏膜对抗感染的能力 事实上 日本的健康专家长期以来 就提倡勤漱漱口来预防感冒 在2005年 日本还有科学家特地做过实验 让一组人每天用清水漱口多次 另一组不特别漱口 结果发现 有漱口习惯的那组人 在感冒流行季节 罹患感冒的比例降低了将近36% 可见单用清水勤漱口都有一定保护作用 如果在水中加了蜂椒这种强力天然杀菌剂 效果也许更好 至少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 当然啦 预防感冒光靠漱口还不够 该戴口罩 勤洗手还是要做好 但多一道蜂椒盐水的保护 仿佛帮喉咙筑起护城河 病菌要攻进身体就更难了 现在我们把盐水 生姜 小苏打 风胶放在一起再看 盐水是底 提供基本清洁和杀菌环境 姜汁加持抗盐 舒缓喉咙 小苏打 综合酸性 保护牙齿和清新口气 风胶全面杀菌 抗病毒 强化防御 四种元素各有职责 联合作战 让这杯平平无奇的淡盐水 摇身一变成为口腔守护神队 想象一下 每天早晚含上一口 自我感觉就像请了一支 专业牙医护理团队 助手在口中 细菌不敢滋生 病毒不敢逗留 牙齿在碱性环境里 高枕无忧 喉咙在姜辣暖流中 舒舒服服 一时间 你仿佛觉得蛀牙 口臭 喉咙痛 感冒通通离你远去了 这幅美好的图景 难免令人心动 也难怪有人感叹 买那么多漱口水的钱都白花了 原来厨房调料就能解决问题 然而 现实真有这么乐观吗 是时候 给这传说中的林丹妙药 泼点冷水 看看它的局限所在 首先 前面我们分析的效果 多半是基于实验室条件下 高浓度成分的作用 然而 我们在家用这个配方时 姜汁也就滴一滴 小苏打一小撮 风胶一滴 实际浓度其实很低 漱口又只是短暂接触几十秒 之后就吐掉了 要真正治疗什么口腔疾病 这种剂量和时间 恐怕远远不够 医生专家也提醒 漱口水再怎么加料 都无法取代正规治疗 例如 你已经喉咙严重发炎 化膿 该吃抗生素还是得吃 牙齿上如果已有助动 该补牙还是得去补 光靠每天盐水漱口 是关不住蛀牙助动的 在比如 真感冒病毒大举入侵时 塑再多风胶水也不能让你刀枪不入 该中招的还是会中招 因此 我们可以把这个超强漱口水 看成一种日常保健措施 而不是生病时的治疗药方 它更多是减少日常口腔细菌累积 降低一些发炎几率 预防剩余治疗的概念 如果抱着 我都塑这个水了 就百病不清的心态 那可能会耽误了真正需要的治疗 再来 虽然这些材料大体安全 但使用上也有注意事项 盐水浓度前面说了 要适中 不要贪多 把自己呛得喉咙痛 姜汁和风胶都是刺激性物质 一滴两滴没关系 到太多可能刺激口腔黏膜 让你觉得灼热 甚至不舒服 特别是风胶 有些人对风产品过敏 如果你对蜂蜜 花粉曾经有过敏反应 那风胶很可能也不适合你 第一次尝试之前 最好先在前臂皮肤上涂一点点风胶 确认不红不痒 再放心用到漱口水里 否则别人漱风胶水强生 你一漱却过敏肿起来 那就糟糕了 还有 小苏打虽好 但长期大量在口中残留 也可能让你味觉怪怪的 所以用后记得漱清水 基本原则是 适量 适度 任何偏方都别过犹不及 说了这么多 我们可以给这个流传的偏方下一个结论了 盐水加姜汁加小苏打 加风胶的组合并不是什么魔法 它的效果都建立在一些合理的科学原理上 盐水清洁杀菌 姜汁抗盐 小苏打中和酸 风胶抗菌防护 确实各有所长 把它们加在一起当漱口水 对于一般人口腔保健来说 有一定益处 可能会略为降低牙菌斑和细菌数量 让口气清新暂时改善 减少喉咙细菌病毒停留 从而略为降低助牙 牙龈发炎或感冒的发生率 这些都是预防保健层面的好处 而坊间把它吹成 一滴就告别所有口腔问题的万灵神药 显然有些言过其实 我们不应该迷信任何单一偏方 能解决所有问题 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才是关键 比如规律刷牙 正确使用牙线 均衡饮食 少吃糖 定期看牙等 这些才是预防蛀牙 和牙周病的长久之道 至于感冒 多锻炼身体 充分休息 避免病毒传播途径 这些比起漱口更为根本 话虽如此 回到日常生活层面 这个DIY漱口水偏方 也有它吸引人的地方 材料取得容易又便宜 操作简单 风险低 每天饭后用它束束口 至少能帮助清洁口腔 保持口气清新 而且花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跟动辄上百元的品牌漱口水相比 这几块钱的厨房组合 确实让人有减到便宜的感觉 如果你本身就爱好自然疗法 或者对化学漱口水的酒精味道受不了 那不妨一试这个天然配方 也许坚持一段时间下来 你会发现牙齿确实舒服点 喉咙清爽些 感冒次数也没有以往那么频繁 也说不定呢 就算效果没有宣称的那么神奇 至少你省下了一笔冤枉钱 少让束口水公司 从你口袋掏走钞票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收获 总而言之 超强束口水的秘方提醒了我们 很多时候 解决健康小问题 不一定要依赖昂贵的产品 智慧其实蕴藏在简单的原理 和天然的材料中 盐 水 姜 小苏打 风胶 这些看似频繁的东西 各自都有独特功效 巧妙结合在一起 或许真能在日积月累中 为我们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 当然 我们也需理性看待 不神话 不盲从 与其砸大钱追捧广告里的 神奇漱口水 不如先从家里 信手捏来的材料开始试试 建立起良好的日常保健习惯 别再花冤枉钱了 也许一杯温热的姜盐水 加一搓小苏打 一滴风胶 就能让你渐渐告别 脑人的口臭和蛀牙阴影 甚至远离季节性感冒的侵扰 最终你会发现 维护健康 有时真的很简单 省下的钱和烦恼 就是对这个偏方最好的肯定